有多少位朋友是知道原來飲食會影響我們的睡眠質素的呢? 其實也有聽過很多人對睡眠有很多問題、疑問或者是有些困難的 所以我今天就很開心可以在這裡和大家分享第一次 真的完全第一次的這個 topic 的營養學 就是睡眠營養學是任何地方的第一次我的分享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第一次的呢? 因為睡眠對我來說也是曾經有一個困擾的 無論是Jag Leg 也好去旅行前後 又或者是平時太累 或者是做事太忙了 然後明明是很累的 然後睡在床上其實也睡不著的 又或者是很容易因為聲音、光線會影響自己入睡的困難 又或者是起床的時候覺得很累、很不願意起床 究竟可不可以睡久一點? 但是明明已經睡了九個小時了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會分開幾個category 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怎樣可以在生活方式那裡 一些生活習慣的 tips 和營養學的方面 幫我們去改善我們的睡眠質素的 那我是Sharon 可以叫我秋衛或者Sharon也可以 好 那有什麼主題呢? 我們就是會講一講解一下 睡眠有什麼重要性 大家可能知道睡眠就是讓我們休息 又或者我們需要睡覺是因為要Beauty sleep 又或者你說其實不睡覺的話 很危險的 有聽過有些人長期打機 或者是長期要開通頂 然後工作很疲勞 然後完全是睡眠不足之後 長期是這樣 然後就撤死了 有沒有聽過這些新聞呢? 所以我們要知道睡眠對我們有什麼重要性 我們才會實行一些改變自己習慣的事情 令我們更加睡得好 令到身體更加健康 從而令到整個人生都更加健康 那我也會講解一下 關於我們的睡眠周期 其實這件事是非常科學的 亦是有整個太空這麼深入的事情可以學習的 所以我也是初步了解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睡眠周期 然後有三大個大家可能會遇到的疑問 就會給大家一些方案 一個處方 譬如是 常常都睡不著 很難才睡得著 或者是睡著睡著 整天都會醒 一晚醒幾次 又或者是我們很早就醒了 有些人可能四五點就醒了 然後又睡不著 所以就覺得自己不夠睡了 那麼 在這三個題目中 我們會講一些方案 最後也會講多一點 在營養的處方中 可以特地吃什麼 以及在生活方式上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去幫助我們睡眠質素提升 為什麼我說這次是第一次分享睡眠營養學呢 原因就是我今年通過了美國和國際生活方式醫學的考試 這個認證考試 裡面有包括這幾樣東西 譬如是我們的運動處方 營養食療 有一個處理壓力 我們平時的 stress management 然後就是睡眠科學 有一個關於心理行為學 然後就是我們的戒煙限酒 好 還有就是我們有一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際關係 其實都是在生活方式醫學裡面 會看的一些範疇 以及會幫大家處理到關於健康的各方面 就會用這幾個版塊 所以今天我們只是集中心的睡眠 和第二項就是營養學 剛才這個圖子 不用特別看 可以回頭aaa 因為我們是說一個循環 即是荒陽 我們吃的東西的選擇 吃得夠不夠營養素 還有我們平時 會不會放工後 或者在夜間的時候 會是太多光線 或者是日後看太陽的時候不夠 晚上在家裡會用到的東西太光 或者是我們的心情夠不夠放鬆呢 當然還有 晚上的時候我們會不會 吃的東西時間性有問題 或者是分量和比例 可以再改善 好 不用擔心,其他全部都是中文 我們這個 少許 讓大家知道的東西 可能大家沒有這樣想過 就是原來我們人生裡面 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都是在睡覺上的 你覺得三分之一是否很重要 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已經去到 例如人家晚上要出家的時間 就是我準備要睡覺的時間 這樣 但是我們知道睡眠這麼重要 沒有一個關於我們每一個人 究竟需要睡多少的供應客觀測試 是沒有的 所以一般我們的requirement 每個人 每個人需要 起碼成年人的話 7至8個小時 是盡量做到這個時間性 但是如果我們睡覺 睡得不夠的話 其實會損害我們身體的功能 或者是表現 最慘的是 其實我們一向都不知道 我們這些功能和表現 是有差度 或者是受到損害的程度 是不知道的 那麼呢 這裡就給大家看 如果你說不同年齡的人 可能有不同的睡眠需要 大家一想就想到 對呀 那嬰兒子就睡很多 他們可能要睡12個小時 15個小時 然後青少年 可能是11個小時以下 然後到我們 可能是7至9個小時 但是 不同人 是有不同的個人化的需求 所以有些人可能要睡9個小時 才對他來說 是一早起床 夠精神的 有些人可能真的睡5個半小時 6個小時 就已經覺得打死幾隻老虎 那麼精神了 所以我們要試 每一個人都要自己去試 你最適合 最覺得自己 全天都可以保持得到 那麼精神的 那個 那個 那個數量 睡覺 睡幾多個小時 好了 那 我們的睡眠 有什麼重要呢 剛才說 我們要保持足夠的睡覺 如果不是會怎樣呢 這樣 重要性 都是我們需要的一些功能 我們逐樣說 譬如我們睡覺是用來恢復的 那恢復什麼呢 我們讓大腦可以有修復 身體的組織可以有修復 亦都是在我們睡覺的時候 大腦可以幫我們重整一些記憶 將短期記憶 撥到長期記憶那裡 另外呢 我們就可以 令到身體的一些生理的成長 譬如我們說 我們的晚上會分泌生長激素 就算你不是小孩子 你不是青春期 其實我們晚上自己都會分泌生長激素 那幫我們有一個修復 美容的作用 還有其他功能 亦都有一個抗炎消炎的作用 如果我們夠睡覺的話 可以減少身體發炎的因子 那當然睡得夠 要保護我們的心臟健康 我們的腦部 其實有沒有聽過一個名詞 叫做 Neuropasticity 那就是說 我們的腦 其實是很像膠 那麼有彈性的 簡單來說 我們的腦裡面的神經 是可以重新重新 也有Rewire過的 Rewire就是可以接駁不同的電線 那腦的神經線 都是可以有一個可塑性 令到我們的腦的功能 或者我們的潛力 或者智慧 甚至是 用腦要做到的事情 都可以有不同的 所以睡覺非常之重要 另外就是我們的情緒管理 如果睡得不夠的話 除了覺得累 情緒會比較容易有些不好的情緒 或者是 經常都覺得不開心 焦慮 抑鬱 的情況 所以睡覺 在我們的生理上 和情感上 都是跟我們 開不開心 是有關係的 好 那我們就要問問自己 如果你有以下這四樣事 一旦一樣的話 其實是不正常的 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一起來看 有沒有試過你下午 下午 在讀書 或者在看你的工作 的時候 突然之間 睡著了 又或者你在下午開會的時候 就游走了 有些在發白日夢的情況 又或者你 旁晚 在我們坐在電視機前 前面就睡著了 這個是特別多人有的 很多時候都是叫做累到睡著了 但是你不是安排自己去睡覺 另外 我覺得這個也很特別 就是當你在坐在車 你不是開車那個 當你在坐在車的時候 你要去一個地方 但是你在車的後面 或者前面的座位 你是睡著了 其實這些都是不正常的 代表我們的精神狀態 還未達到我們身體 可以支撐到那麼好 所以跟我們夠不夠睡 可能有關係 右邊的圖 就找到 其實如果睡眠時間 越短 或者太長 都是跟我們的死亡率有關的 所以有自己一個平均足夠的睡眠時間 才可以減少我們的死亡率 1.0 1以上就是增加 1以下就是不會增加 所以睡得太少 比如4個小時 晚上只睡4個小時 那就增加了60% 增加了60%的死亡率 是不是很誇張? 但是如果有些人 睡了9個半小時或以上 都是會增加的 所以我們說要找出自己 需要休息的時間 這裏也會有些事情給你們 關於身體的長期病患 或者其他 你以為是正常的事情 其實跟睡眠質素都有關係 例如 有精神的抑鬱 或者是高血壓 糖尿病 肥本 癌症 我們的記憶能力 覺得很差 又或者是工作表現 有下降的跡象 還有就是 上班的時候做錯事 平時可能未必會有這些錯誤 還有覺得自己的生活質素差 其實這些都有可能 是跟我們的睡眠質素有關聯的 好 那這裏我們就是 關於睡眠週期 睡眠週期 其實是一個 對我來說 都是很難觸摸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看 不如先看看火車 下面有一個很顏色的火車 好 火車的數字是這樣的 它向前走 其實它順序是1,2,3,4 然後是3,2,1 即是1,2,3,4 3,2,1 這樣 OK 然後才是 Rapid Eye Movement 就是叫做 我們的 快速 眼的 轉動 睡眠 綠色的位置 Rapid Eye Movement 就是我們在做夢的時候 好了 看完火車 我們來看看這個圖 這個圖 打直 就是告訴你 不同類型的 睡覺的階段 每一個階段 是什麼階段 打橫 下面的位置 就是告訴我們 時間程 當我們11點PM 上床睡覺 開頭是醒的 然後 你去到第一個 淺層睡眠 然後 進入第二階段 也是淺層睡眠 然後 跟著時間 進入第三階段 深層睡眠 再去到第四階段 深層睡眠 然後 你又會去到第三階段 已經12點了 然後我們會去到第二階段 又去到淺層睡眠 所以有機會會容易醒 然後我們又去到上面 就是叫做 發夢階段 綠色 大家看到了 OK 原來我們一晚裡面 其實會有四至五個 這些循環 就是叫做睡眠週期 好 但我們還有一些東西 覺得很fascinating 其實很奇妙的 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中西 也有很多共同 找到 關於我們睡覺 和內臟的東西 我想跟大家說一個概念 就是大家有聽過的 就是生理時鐘 對不對 但原來生理時鐘 我們不是只有一個鐘 我們大腦裡面的重果體 就有一個鐘 那個是主要的生理時鐘 就是幫助我們 它有一個叫做 circadian rhythm 那個rhythm 就是盡量可以在二十四個鐘裡 repeat 但有些人可能 如果有些人 就是往前或是往後 它就會是二十四個鐘 或者它只有二十三個鐘 所以就要調節身體的生理時鐘 但是呢 原來我們的內臟是有幾個小的時鐘 所以包括心臟 或者是我們的脾胃腸胃 它們每一個內臟裡面 都會有一個小的鐘 對 這樣就會跟我們大腦的鐘 supposed 要是平衡的 就是要是大家的鐘 都較對的 不會說你這個鐘 就差幾分鐘 那個鐘又早了 那個鐘又遲了 這樣 所以呢 我們這樣看 這個圖 大家就可以找到很多資料 去了解一下 或者你可以做一個偵探 就想 究竟我平時醒來的時間 和我身體內臟的健康 有沒有關係呢 我們先看英文版的 然後再看中文版 因為我知道 其實有其中一個講師 也是中醫師 對不對 Nicky 我們看看英文版 是這樣的 我們從下面這個 Midnight 0000 開始看 即是說我們是凌晨 凌晨12點 就是00 然後凌晨2點 A.M.就是我們 睡得最熟睡的時間 最好 所以我們要早過2點 A.M.睡覺 你才能夠深層睡得到 然後在4點 4點半A.M. 就是我們身體的體溫最低 低的時候 然後到早上的6點到9 就是我們那個 血壓 就會是 開始好 sharp的上升 因為準備我們要起床 7點半A.M. 我們去黑激素的分泌 就會暫停了 因為你已經睡完 要入睡了 然後8點半 就是有很大可能 你可以去大便排毒 然後9點A.M. 就是我們的 男性荷爾蒙 分泌最旺盛的時間 10點A.M.就是我們 傳藥裡面 比較 很敏感 很 alert是好東西 就是 反應是比較好的 OK 然後 我們去到下午的2點半 就是我們身體的協調 是最好的時間性 Coordination 然後3點半 就是最快的身體反應時間 例如 突然間有人開門 把門進來 彈起來 這個reaction 然後 去到5點 下午5點 就是我們那個 心血管 和我們的肌肉力量 最佳的時刻 肌肉的strength 你可能是5點 去舉重 也是最理想的 好了 然後6點半 就是我們 傳藥裡面 血壓最高的時間 晚上6點半 然後7點 就是 傳藥裡面 身體體溫最高 而21點 就是我們 開始分泌褪黑激素 然後22點半 就是我們 不會再有得去排毒 腸胃要休息 這樣 大家看完這個 西方版本之後 我們 略略看回 我們中國人的子午留住圖 因為 其實我家人是中醫 我公公媽媽都是中醫師 我妹妹都讀了中醫 所以 其實從小到大 都是對這個 中醫的理論 都很有興趣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 就是晚上 我們晚上是行膽經 凌晨 然後2點是肝經 所以我們經常說 如果大家在1點之前 不睡覺的話 其實你未必可以讓你膽經 和肝經 有足夠的休息 去自我增生 做好身體的修復 因為肝經有很多責任 然後 凌晨4點是肺經 有些人會咳醒 呼吸系統 容易有毛病的人 他們咳醒的時候 可能會到凌晨4點 然後 大腸經 6點 的時候 那一個時辰是2個小時 其實是去排讀大解最佳的時間 然後 8點 就是吃早餐最適合的時間 因為是胃經 然後10點 是肥經 就是我們消化吸收 最好的時間 正午12點是行心經 心經 就是我們心臟 其實 原來中國人有個文化 就是吃完午餐之後 會睡覺大概半個小時 就是養心 這個中國文化 然後 2點小腸經 小腸也是做吸收的 消化吸收 然後 4點是膀肝經 然後 6點是腎經 腎是幫助我們重吸收營養素 抗物質 和我們的水份 也會排走多餘的毒素 然後 就是心包經 和三焦經 如果大家看到這裡 都會發現 其實有什麼共通點 就是血壓的時候 其實是跟我們的腎是有關係的 OK 即是英文版和中文版 其實是關於血壓 或者是身體的temperature 這裡 血壓 因為我們的腎 是幫助我們去控制我們的血壓 和幫忙處理我們的血壓 是高還是低的 所以腎不好的話 血壓都容易出現一些高血壓的情況 好 剛剛說了這麼多 都是說睡眠的理論 時間性 生在我們的器官內臟的 Circadian rhythm 生理時鐘 所以我們就來講 究竟有什麼解決方案 可以幫到大家 第一個大的情況 就是睡不著 對嗎 在座你們有懂得按 舉手的按鈕 可以試一下 在聊天室 有幾多個朋友 是經常性出現 睡不著的情況 你可以幫忙按 舉手 看看 有幾多人 是經常性出現的 有幾多人 是經常性出現的 的呢 看看 這裡有很多 哦 哦 有七個單 哦 有七個單 的朋友仔 就說 七個朋友仔 就說 會有困難入睡 對吧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了 有這幾樣東西 是我們要做的 令到我們可以早點睡得著 是幫我們處理這個難入睡的問題 第一 就是要留意一下大家 環境上 是否經常性有很多聲音 吵音 突然之間會出聲的東西 例如 手機會震 或者是 沒有關門 沒有關窗 等等 其實有厚的窗簾 都可以隔音 還有 有一些人可以習慣 但是有些人未必很喜歡 感受著 就是耳塞 其實耳塞 都可以令到我們 會減少了環境的噪音 但是有些人可能覺得 塞住了 寧靜的 冷靜的 冷靜的 反而睡不著 也有的 因為我也試過 對了 OK 第二樣東西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光線 這裡說的光線 其實是有幾個層次的 第一 如果睡不著 我們其實要 確保你的房間 是很黑的 一點光也沒有 即是窗簾 要是厚的 要關閉 看不到街燈 或者看不到 你的房間 裡面有其他燈的東西 或者是門 外面 完全黑暗 可以令到我們 褪黑激素分泌足夠 而另外 關於陽光的 還有兩件事 大家可以試一下 就是 如果我們在 日後的時間 曬太陽 又或者我們在 下午的時候 做運動 都是曬太陽的話 其實就是 在我們 開始身體製造 褪黑激素的時候 給多些陽光的刺激身體 可以令到我們晚上 有足夠的褪黑激素 幫我們 容易進水 還有 就是 我們要在 晚上睡覺的時候 之前 大概60分鐘左右 就要減少 家裡的燈光的強度 或者我們看到 藍光的強度 即是說 在我們睡覺之前的一個小時 將大家的手機 電腦 iPad 會發光的東西 包括電視機 如你真的有這個必需要 其實最好就關掉它 或者不要再看它 因為我們全日 拿著手機看的 都是藍光 而這個藍光 令到我們腦 以為不是晚上 都不知道 腦看著藍光 就覺得 現在是很光的日子 所以我們就要 用這三個關於光線 去幫助我們容易進水 那到關於食落口的東西 其實 這個簡單來說 大家都知道 就是減少咖啡因 還有 另外那兩個大家未必知道的 就是 酒精和高立的食物 先說咖啡因 其實有些人知道自己 可能只是早上可以喝到一杯咖啡 然後下午喝咖啡 晚上都會睡不著 又或者你下午喝龍茶 晚上都會睡不著 那試過的人 就很清楚自己的了 但是有些人不知道 可能你突然之間 那一天下午有人請你喝茶 喝龍茶 又或者你是 晚上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拿著一瓶茶 那喝完才發現 晚上睡不著 那就很不值 所以大家儘量減少咖啡因的攝取 在下午的時間 另外就是喝酒 有很多人以為喝酒 然後就會容易睡覺 但是其實 喝完酒之後 我們那個心跳和血壓 都會受到影響 令到我們睡覺的時候 那個身體的溫度 是影響了我們不能夠去散熱 或者是不能夠讓身體容易入睡的 所以酒精 在喝完之後 雖然會熱一會 但是之後就會很容易冷 而且會再冷 身體體溫 那些血管的收縮 都會影響了 假設晚上睡覺 是放鬆一點的 但是喝完酒精之後 其實會升血壓 OK 那高立的食物 其實都是跟血壓有關的 如果晚上的餐 我們吃的東西 是很重口味的 很鹹的 或者可能是打完Bino 出街吃東西有味精的 其實這些高立的飲食 就會令到我們 比較難睡得著 同樣都是關血壓時的 OK 最後 我們要把 炭水化合物豐富的早餐 吃夠它 而晚上的餐 不要太多炭水化合物 例子 這是關於難以入睡 例子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早餐 要起碼有 麥皮 全麥麵包 或者是吃 粟米 吃班薯 這些是豐富的炭水化合物 也有纖維素的炭水化合物 我們叫做非精製澱粉質 早餐那一餐可以分量多些 比例上多些 比起我們的晚餐來說 而晚餐可以減少一些炭水化合物 所以晚上的餐 大家吃的飯就會減量 或者是麵 或者是其他 可能在湯料裡也會有這些澱粉質 也可以吃少一些 可能是大半碗 比起之前 可能會添飯 我們吃少一些 也會幫助我們 我們晚上睡覺 可能會容易入睡 還有就是壓力管理 如果我們在睡覺之前 預約一小時的時間 讓自己做放鬆 這個時間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拉筋 即是你在地上也好 梳化或床上也好 可以做一些拉筋動作 或者舒緩身體 自己幫自己按摩 或者說 後面有多說一些可以做其他 我們可以讓自己的身體減壓 或者是可以做一些 你覺得很放鬆的事情 盡量跟藍光沒有關係 也可以做深呼吸 或者靜坐靜心的練習 好 這裡就是關於難以入睡的 還有一些生態和營養學的提示 我們去下一版 就是剛才說 高辣的飲食會影響我們的睡眠質素 所以 我們其實 香港人都市人如果外出吃得多 很多時候都是攝取過量的辣 因為如果根據世衛的話 我們每天只攝取少於2000毫克 但是一個杯麵可能已經有1500或1800毫克 或者一湯匙的醬油 就已經有800毫克 所以如果現在大家在家煮得多 就可以這樣含量 一天我們用的鹽 不要多過一茶匙 即是三餐加起來 不要多過一茶匙 才會在我們的建議範圍 因為吃有味精的東西 或者加了鹽 或者調味料裡面有辣的東西 都是很多的 即是外出吃會非常多 混合了一碟 或者一餐裡面吃了很多款 所以如果自己煮現在開始 我們就可以減少用調味料 減少用鹹的調味 反而我們可以用 像薑、香茅、檸檬葉、椎葉、蘿勒葉等等 我們就可以煮一個很有鮮味 也有不同的口味 但不需要特別鹹 也很好吃 而包裝食物上 味精是高辣的來源 所以它會寫著增味劑 或者有很多名字 其實味精有幾十個名字 又或者它是叫做 肝酸蠟 如果看到有621 E621 大家就知道它是味精 第二個 就是關於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常常醒 就是叫做Fragmentation 就是我們很難 繼續睡著 或者你可能醒完之後 要去廁所也不一定的 但是又或者你醒醒之後 其實眼乾乾 左點右點 然後都不知道睡好 還是出去做些事好 所以我們就有以下的提示 當我們有這個情況發生的時候 其實最好我們自己睡覺的房間 是有涼少少的溫度 未必會是晚上開著暖爐睡覺 第一 第二 第二 我們可以在床邊放一杯水 那杯水要是涼的 所以不需要是保溫杯的熱水 或者是亂水 另外 又是關於光線 如果我們早晨 一早起床的早晨 中午或者下午 可以盡量曬太陽 又是可以幫助我們 夜晚之前已經分泌足夠退黑激素 還有就是我們可以在 下午的時候做運動 去公園 又或者是我們夜晚的時候 家裡可以有一些紅光的燈 我最近也買了一個 類似那些癌炎燈 它發出來的光 其實是暖的光 因為紅光和藍光 是兩個極的 有相反的作用 所以我最近買了一個 其實都是網上訂購 買了一個 它會有紅橙色發出的 一個癌炎燈 所以可以在臨睡前 可能一兩個小時就開著那個紅燈 好 吃東西方面 我們就要在下午的時候 開始補水中足夠了 其實大家經常都以為 每天要喝100杯水就足夠了 但其實世界衛生組織 是建議我們女士 每天喝2.7L的水 而男士每天喝3.7L的水 換句話說 要起碼喝到13杯或以上的水 我們才叫做足夠水分 所以這個 其實我自己也努力中 每天要喝到有足夠的水 所以我們可以在家裡 例如用一個很大的瓶 每一個瓶是1L的 你記得每天要喝到 大概3個大瓶的水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會容易一點 因為補水會幫我們 確保血壓是正常的 如果我們不夠水的話 其實也會對血壓有影響的 另外 在晚上的時間 我們就盡量要避免一些 有咖啡、咖啡、茶的飲料 還有 又是壓力管理 盡量在晚上睡覺的時間 或者之前 都不要做一些關於計劃性的 計劃性的 或者 有很多問題未解決 讓我想一下 這樣 盡量去避免一些擔心的事情 或者要計劃的事情 OK 好 接著來到 第三個 大家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我們不如舉手 有多少人 看看參加者 有多少人 是太早醒的 即是 整天覺得自己 醒得太早 都還未響鬧鐘 或者 其實 我不用太早起床上班 不用工作 那為什麼他會 醒了我 睡不著呢 我看到有 1、2、3、4 有多少人 看看 還有多少人 都不是很多 OK 好 好像有四個朋友舉手 那就要特別注意 我們在日後的時間 其實清晨 就是比較 外面的氣溫會比較低 例如 可能會掉下去 平時你都 外面不會接觸到的溫度 如果你把被子不夠溫暖的話 旁邊可以 捲多一張厚一點的毛毽 或者是厚一點的被子 在旁邊 睡不著 覺得冷 可以蓋 或者你睡覺的時候 也可以蓋兩張 熱 才拔走一張 因為 尤其是 清晨 太陽還未出來之前 其實 那個最冷的時間 我們不夠暖 體溫就會開始覺得 哇 很冷了 我要醒了 即是很醒神 要醒了 所以 可以保暖是很重要的 清晨時間 另外 就是我們要在 你不想 這麼早起床 的那個時間 make sure 你的房間還是很黑的 其實可以兩邊看的 就是 你如果晚上 要睡覺 又睡不著 你就要關閃 然後 要完全黑暗 那就 make sure 你睡得到 那你要 繼續睡得著 你也是要 黑暗的情況下 你才可以繼續睡覺 所以 如果我們的房間 你日後的時間 太陽一光 你就 自己的房間 也能光明的話 也會令我們太早醒 那我為什麼說 反過來 就是 如果我 要特意早點起床 我就會晚上睡覺的時間 開了窗簾 讓我日後要早起床 就已經看到太陽 光令我早點醒 所以我說可以反過來做 這樣 好了 那我們就是 我們要在 下午的時間 或者是 傍晚的時間 太陽下山的時間 都要看一下太陽 給太陽的光線 令到我們 可以增加身體 自己製造腿下激素 還有 可以在晚上的時間 做運動 也可以在太陽下山的時間 可以去做一些 急步行 的運動 還有 如果 你太早醒 我們就要反過來想 我們睡覺之前一個小時 你還可以用手機來看 對 都 acceptable 都可以的 這樣 然後 這個 就關於日後 就是 如果我們太早醒了 但其實你又睡不著 你也不要太早去喝咖啡的東西 最好 就是醒了之後 半個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 或打後 如果你有喝咖啡的習慣 才去喝 因為如果你習慣了 很早就已經醒了 但其實你不想太早醒 然後你又喝了提神的東西 身體 可能之後也會這麼早醒 另外 就是我們要把 碳水化合物 最豐富的那一餐 是由早餐 變成晚餐 跟之前有些不同 當我們如果是睡眠不足的情況 你可以是晚上那一餐的 碳水化合物比例 比早餐多 所以晚上我們可以煮 一會兒給你們看 我們晚上可以怎樣煮 就是晚上的晚餐 可以多吃一些全穀物的食物 例如小米、泥物、草米、黑米 或者其他根莖類的食物 好 現在我們會說一下 究竟有什麼特別的飲食方案 都是一個睡眠的營養組合 其實有這三樣東西 在我們睡覺之前那一餐 或者是下午也有的話 其實是三樣東西加起來 都會一起激活我們 去分泌多些退化激素 第一樣就是我們說的 複合盛炭水化物 如果我們要簡單來說 就是蜜皮是複合性 白飯就是蒸製 又或者是糙米和白米的分別 所以全麥麵包和白麵包 就是全麥麵粉為第一個成份的 全麥麵包 可以算是複合性 碳水化物 維他命B6 都是幫助我們分泌退化激素 而胺基酸呢 其實胺基酸是我們身體有部份會自己製造 另外就是靠食物的蛋白質 吸收進身體裡分解 變成胺基酸 就可以令到我們可以做到一些 像荷爾蒙 做到激素 做到退化激素 做到退化激素 好 複合性炭水化物 有圖體的 究竟推薦大家吃些什麼呢 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吃精製的東西 白色的東西 就會在最左邊打動汗 盡量不要吃 這些就是令到我們血糖升幅特別高特別快 中間那些都是可以考慮的選擇 例如是全麥麵包 有些全麥麵餅乾 多種穀麥的麥片 或者是全麥意大利粉 而超級推薦的 就會比較複合性 天然 或者是升糖指數會低些 例如生果 或者是一些七菊麵包 我們的麥片做早餐 然後可以是糙米 或者剛才我們說的小米 和泥物等 因為可以維持到我們的血糖水平 就不會經常玩過山車 如果我們吃這些食物 右邊這個圖 其實是在盧醫生的 我醫我素本書裡面 拿出來和大家分享這個表 盧醫生他就是在哈佛大學的網站上 抽了這幾個食物的升糖指數和升糖負荷 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簡單地告訴大家 是甚麼來的 你們先看看數字 我都要喝夠所有的睡覺 OK 黃色是大家經常聽到的 是升糖指數 如果100分是葡萄糖的分數 我們吃橙是40分 吃西瓜是72分 鯉是38分 糙米是50分 蠣蠣是53分 所以如果升糖指數 越接近100分 就叫做高升糖指數的食物 而右邊這個 紫色這些數字 就是代表升糖負荷 其實升糖負荷 就是包括了升糖指數 以及這個食物 原本有多少碳水化合物的分量 所以升糖負荷是升級版的升糖指數 我們來看看 食橙 升糖負荷是5 它的總分是20分 食橙是5 西瓜也是5 鯉也是5 生果全部都是5 然後 糙米是16 蠣蠣是13 所以如果我們知道 升糖負荷是怎樣用的話 高是多於20 中是11 至19 低就是小於10 其實我們在選擇食物的時候 有一看升糖負荷的話 就可以和升糖指數一起看 盡量吃一些 中和低的升糖指數 和升糖負荷的食物 因為升糖負荷已經包括了 食物的份量 和裡面的碳水化合物份量 它其實是更加 反映到長期吃這個食物 對我們的血糖的影響 不會說這個食物的糖會影響到 血糖升得很高 但其實沒有理會吃了多少 食物 OK 所以 有些人說 我血糖高 我有糖尿病 我不能吃生果 避免吃生果 但是其實 要告訴大家 很多研究都說 不吃生果的人 反而血糖 會有一個叫做 異島素礦 會大些機會 令你有糖尿病的機會 更增加了 所以我們要吃生果 每一天 起碼要吃到兩至三個 大家女士拳頭的份量水果 如果你在吃午餐之間 才吃水果 就對我們的血糖的影響 會再少些 OK 第二個睡眠營養組合 就是維他命B6 其實B6有很多食物都有 不只是這些 不過 這個圖有字 又有圖 就容易讓大家知道 範圍在哪 可以是香蕉 大家有聽過 吃蕉才睡覺 可能會幫到大家睡眠 其實很多的堅果和種子 不只是這兩種 都是有豐富的維他命B6 例如葵花籽 南瓜籽 奇亞籽 阿麻籽 杏仁 合陀 腰果 開心果 等等 都是有B6 還有就是今晚我的湯 也有薯仔 我會連皮煮它 還有一些 添加了營養素 或者有全麥麵粉 蕎麥麵粉 或者黑麥麵粉 的全麥麵包 其實都會有維他命B6 如果仍然會吃動物 肉類也會有B6 因為我是吃素的 所以告訴大家 有什麼維他命B6來源 好了 安基酸 其實安基酸是蛋白質拆小了 即是消化了 分出來的小小粒 我們可以想 所有含有蛋白質的食物 都會有安基酸提供給我們 所以 很明顯 就是動物性食物 都會有蛋白質 會有安基酸 但是想提醒大家 就是 可能大家不知道 植物性裡面的食物 植物食物都會有很多蛋白質 它們含蛋白質的比例 有些是可以高到四成的蛋白質 那個卡路里來源 所以這裡就會有一些植物性的 安基酸來源 讓大家可以 加入到我們平時煮的食物 令到我們可以 攝取更多的安基酸 例如我們可以做一個醬 裡面有花生醬 或者是可以加入一些西蘭花 紅腰豆去煮菜 或者是放一些乾豆類 浸了的乾豆類 在我們的湯裡 還有就是 全麥麵包 各多公麥麵包 麥皮 小小粒的食物 我家裡有很多 例如小扁豆 或者是有flaxseed 阿華紙 打成粉 用來做食物 然後有奇亞紙 葵花紙 南瓜紙 和合桃 這些 其實這些 裡面都可以 給予我們 有豐富的安基酸 去協助我們 去分泌多些 睡眠營養 這個組合 這個組合 就講完了 這裡就請大家一張 是一些 超食物的食物例子 和煮法 裡面有什麼營養價值 因為如果一會聽到最後之後 你們可以填一填 Nikki 會給大家的 你們就會拿到之後的筆記 我們不會逐一詳細說 但這些超級食物 其實也有很多大家需要的必需營養素 會有一些怎樣煮的提示 可以教大家怎樣加入 我們的飲食 好 這裡就是 提多一點 晚上的那一頓 晚餐和睡覺的重要性 尤其是我們是一些 很晚才吃飯的習慣 其實香港人是很晚吃的 如果你說外國 他們可能五六點就吃飯 但香港人可能去到九點才有空吃飯 有機會 我們如果要睡得很容易睡 其實最好 理想就是我們在睡覺之前 三個小時已經吃完我們的晚餐了 但我不想大家這麼晚 過了凌晨1點2點才睡覺 所以要早點吃晚餐 會幫到忙 還有我們晚餐的時候 其實要吃少一點油膩 因為如果我們很肥膩 或者是一些醬 湯 炸鍋 這樣放太多油 或者是肥肉的一個晚餐的話 我們的胃 在你差不多想睡覺的時候 仍然是很有負擔 很努力地幫我們消化 吸收 處理一些高脂肪的飲食 所以就會影響了我們 我們的血液循環 我們想睡覺的時候 時間一會兒 各位還很勤力地工作 而不能幫助我們 我們的身體舒緩 我們需要睡覺的狀態 OK 另外我們可以在晚上那一頓 加入三個營養素都有齊的 加入我們的晚餐煮 或者是和晚餐一起吃 例如西芹 番茄 豆腐 納豆 即是日本人吃早餐的納豆 其實你們可以去找一下 日本超市有沒有黑色的納豆 因為現在是冬天 其實吃黑色的食物 對我們每個腎的健康都有幫助 如果在中醫的角度 吃黑色的食物 我自己就找到黑豆納豆 就是覺得比起黃豆更好 更加低脂肪 另外是可以晚上喝豆漿 或者是撒一些堅果粉 或者是撒一些堅果 在我們的菜式 或者是用腰果合桃煲湯 剛才我喝的那個湯也有合桃 或者你吃飯前後 可以吃一下這些水果 蘋果 奇異果 海藻類 例如是昆布 海帶 海帶 雅 紫菜 這些都可以在湯 或者食物裡面的菜式加入 又或者晚上沒有空煮的話 吃草物麵包也會有幫忙 還有就是提醒大家 吃東西的時候 要慢慢咀嚼 如果我們吃得太急的話 其實消化吸收會比較差 但我們就正正需要消化吸收到這些協助睡眠的營養素 才可以令我們睡覺質素更好 所以我們吃東西 盡量避免看著手機 看著電視機 或者是很好吃 但咬兩三口就吞了 但其實你還沒有咬完 可以再咬久一點 等你吃下去的東西 越細越好 才能吸收到更多的營養素 我們的胃 其實它只可以分泌胃液 和在扭下攪拌 胃沒有牙 所以是要靠我們的口 好了 接下來就分享一下 可以怎樣準備早午晚三餐的配搭 都是會有齊 剛才說的 協助睡眠的營養組合 OK 這裡就分享一下早餐的例子 譬如我們左邊這個圖 其實是黑米黎麥小米粥 加了芫荽上去做早餐吃的 近來天氣轉涼 可能早餐不想吃冰冰的東西 或者是室溫的東西 我們想吃一些熱一點的東西 可以之前已經煮定 接著就預熱熱就可以了 中間這個其實是一個黑豆豆漿 就是全黑豆豆漿 是我家裡自己做的 大家可以看 其實我們先把一些乾的黑豆浸泡 浸完之後 你就隨時 你可以放入冰格的分開部分 或者放在冰箱裡 如果是第二、三天會用的話 我們就可以加其他材料到攪拌機 或者是你會有一個料理機 或者是豆漿機 就可以做到它有加熱功能的那些機 會快一點 30分鐘就完成了 如果你說不是 我只有一個不懂得加熱 又不是叫豆漿機 它叫做攪拌機 也可以的 你把材料放在攪拌機上 加上同樣的水分 攪拌完之後 它沒有加熱過 只是浸過的 只是浸過的 我們就攪拌完之後 可能三分鐘 這樣 就倒進鍋裡 加熱去 滾了之後 其實也可以喝的了 可以預先做一些黑豆漿 放在冰箱裡 分開一杯一杯 又是日後翻熱 就可以喝了 這個全黑豆豆漿 其實是非常豐富的蛋白質 按基酸 還有可以加一些堅果種子 所以會有炭水 然後會有維他命D6 也會因為吃了堅果種子 所以已經很夠飽了 加上豆類 豆本身也有部分的炭水化合物 而有些大粒的蛋白質 就是堅果種子 其實已經有炭水化合物 但是如果是一個豐富的早餐 我們還要加其他東西 所以我們再看看 右邊這個就浸了另一款的豆漿 因為我有紅豆 我有二米 我有鷹嘴豆 所以就做了另一款的豆漿 好 那我說豐富一點的早餐是怎樣的呢 這裏都是我家會吃的早餐 左邊這個 就會有麥皮 有燕麥奶 有堅果種子 大家看到是南瓜籽葵花籽 然後我就有 白色後面這個位 一粒粒的 其實它不是白芝麻 它是火麻人 可以買到生的火麻人 它是蛋白質超高的食物 都是安基酸豐富的 然後中間那個就是杏仁醬 即是花生醬的朋友 杏仁醬 好 那中間那個呢 其實特別之處有兩個 中間那個說 嘩!好漂亮啊! 為什麼可以吃花 其實會買到一些可食用的花 有時有些餐廳 他們放碟都會加進去 其實是可以吃的 它們這麼硬的色彩 如果是吃的品種 其實會抗氧化 營養素很豐富的 還有就是特別之處 大家看到有不同顏色的豆 還要像牙齒 它們像豆苗 其實是跟牙菜同一個概念 和綠豆牙同一個概念 那就是自己可以 把一些乾豆 弄濕後 好像平時 玩綠豆發牙 或者豆苗 就把它發少少牙才吃 因為乾豆 如果還沒發牙 它就不能生吃 發了牙的豆 已經叫做苗 是當成蔬菜類 就不用煮熟 也可以吃 所以記得要發牙 因為吃下去是爽的 是爽的 爽的 也是非常豐富的 增強免疫力的新質 如果發了牙的豆 其實對免疫力很好 右邊有芝麻 火麻仁 香蕉片 還有蕃茄仔 做了餐 下面的底部都是麥皮 都是複合性炭水化合物 好 如果要吃午餐的話 大家如果要很方便 可以吃什麼 記不記得剛剛說 黑豆、蠟豆 在我右邊這碗 就是有薄麥麵 然後中間黑色 看不清楚的 就是黑豆、辣豆 然後我放了一些 辣椒、芽麻糬粉 還有芥辣 湯底是麵絲湯底 好像還有紫菜 好 左邊 紫菜是海大的一部分 左邊這個 中間那個其實是泡菜 下面是一顆粒的硬豆腐 有西蘭花 也是剛才有說的營養組合 好 還有就是晚餐 這裡就顯示了我 如果晚餐用電飯煲 左邊的兩張照片 會放些什麼 其實你們會看到 這麼大塊 就是這樣的 我就有一個壓力電飯煲 它又可以煲湯 又可以煲粥 又可以煲飯 我就浸了一些糙米 然後有泥麥 還有小米 然後我都會放一條的番薯 最後我就放了一些生的 枝豆 即是毛豆 放下去 電飯煲到一起煲飯 煲完出來 我才把番薯連皮捕爛它 就可以了 最近因為冬天 大家可能會喜歡吃栗子 其實栗子煲草米的飯也很好吃 很甜 也有我們需要的營養素 這個飯其實已經是超級無敵高氨基酸蛋白質 這個飯的組合 中間那個湯 我應該是有核掌瓜或折瓜 然後有豆 有鷹嘴豆 有南瓜 然後我放了黑豆腐竹 用黑豆做出來的腐竹 然後有栗子的湯 然後右邊這個 都是我早餐會吃 或者晚餐都會吃的 黑米、黎麥、小米粥 那我就在營養粥的時候 才放一個圓的蕃茄蓮皮 放在粥裡營養 然後吃的時候 剁開它來吃 蕃茄是超濃郁的味道 很好吃 其實現在吃的蔬菜 可以買到有機的話 才能吃到以前很小的蔬菜的鮮味 好 那這就是我家的晚餐 平日晚餐 我有時間會煮多些食物 盡量都要有五種不同的顏色 一天吃到 這裡 我們左邊那張圖 第一張圖 就會有綠葉菜 中間那一碗 有紫色的西蘭花朋友 也是十字花科類 紅蘿蔔 然後這裡有紫洋蔥和天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在印尼超市 印尼街市店舖 會有的 天貝是發酵了的豆餅 所以叫做黃豆餅 或者發酵豆 因為天貝發酵了 它的安基酸和蛋白質 我們比較容易吸收 對腸胃和免疫力 都非常好 我會做其中會吃的蛋白質食物來源 在素食的話 間不時才會製作素肉 素丸 我的飯 就是上一頁給大家看 煮出來 之後是這樣的 左邊這幅圖 鋪出來那碗飯 是這樣的 挺漂亮的 對吧 中間這個是昨晚的打火鍋 我也有放天貝 我買到三色天貝 大家在香港會找到 有一隻真空包裝的天貝 裡面也拌了幾隻豆 還有泥蜜 我們打火鍋可以加海帶 可以有腐皮 腐竹 可以加粟米 淮山 薯仔 等等 湯底也是自己做的 完全沒有加過任何粉的食物 湯底有兩款乾菇 用它來熬湯 然後再打了一些蕃茄 變成是蕃茄湯底 這樣 右邊這個圖 最右邊這個圖 其實也是另外煲了 粟米一個湯 好像是粟米合掌瓜湯 那樣 我有時煮的菜 會用很多根莖類的食物 為什麼呢 因為例如粟米 紅蘿蔔 和蓮藕 其實大家都是屬於根莖類的食物 如果我煮它來吃的話 我就不會有飯 因為根莖類的食物 是正正可以代替我們的粥粉麵飯 也對我們的營養價值會更高 以及我們的血糖控制會更好 所以如果是吃 粟米 紅蘿蔔 或者是番薯 蓮藕 就是用來取代我們的碗飯 好 這個就是昨天朋友請我們吃的 生肌朱古力 brownies 你當成生肌蛋糕 我上面加了一些杏仁醬 也是100%杏仁醬 其實這個甜品有核桃 也有椰草 全部都是用天然的食物 不會再加白砂糖 好 看到好像很棒 我們再多說一些關於我們的生活方式 如何改善 看看 如果我們在睡覺的最初的三個小時 其實就是我們的分泌生長激素 Grow Pormone 最佳時機 也是高峰 剛才說過 不只是小朋友或者青少年才有生長激素 我們成年人都需要的 那它有什麼功能呢 就是第一 令到我們 睡完之後 不會再有很累 放工很累的感覺 或者是做完運動很累的感覺 那就可以消除疲勞 第一 第二 就是幫我們重整整理我們的記憶 第三 就是減壓 可以冷靜我們的情緒 睡覺之後 睡醒覺就沒事 對嗎 經常這樣說 還有就是消脂 還有皮膚更加好 皮膚健康 所以我們不是說 Beauty sleep 你不要妨礙我睡覺 我要美麗 或者睡不夠 睡得太少時間 難怪你這麼肥 我們要睡多一點 睡夠一點才可以減肥 因為我們睡得夠 才有足夠時間 讓我們分泌生長激素 其實就正正影響到 我們瘦的荷爾蒙 叫做瘦素 Lipton Lipton 是幫我們控制食慾 如果我們睡不夠 第二天就很容易 去買了很多薯片 麥當勞 我們就會選擇錯誤了 OK 那持續睡覺 是每一個人要睡的 那個時間性都不一樣 其實就要試 每一個人都可以回去 晚上睡覺的時候試一下 你們今晚都可以試 你記住自己上床睡覺的時間 日後起床的時間 知道中間其實你是睡了多少個小時 那你可能隔一兩天就改一改 這個中間睡多少個小時 你退半個小時 早半個小時 或者遲半個小時 就看看自己 究竟是哪一天 睡的那個時間性 你日後全日的精神狀態 是最理想的 對你來說 你覺得最好的 那一個時間 就可能是最適合你個人需要 所以不一定是七個小時 可能是七個半小時 或者八個小時 或者你要睡到九個小時 才可以的 那我們在睡覺的開頭 就是生長激素 分泌最多的那個時間 OK 所以很需要早點睡覺 就是這樣 剛才已經提過了 就是要保暗 要保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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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分泌更多的 我們可以這樣想 去黑激素 最多的時間 就是十二點 到凌晨三點 所以我們盡量可以 在早點的時間 有看到太陽 就會刺激到 它的時間性 可以更清楚 更準確 調節到 分泌黑激素的時間 因為日後和夜晚 我們看到太陽 和月亮 其實身體都會因應光線 去分析出來 然後就調節自己的內分泌 所以我們盡量 在一個小時睡覺之前 你理想睡覺時間的一個小時之前 就要收起 會發藍光的東西 滾手機 可能你一個小時之前 已經去飛行模式 然後就充電 但是不要在房間 自己的房間 充電 然後再放出去 就不會影響到 當然如果你要調節鬧鐘 你可以在外面 再調節多幾個鬧鐘 在外面 日後起床的時候 就可以出去 然後已經醒了 不會再睡 對吧 OK 這個方法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 頭樑腳暖 有沒有聽過 就是浸腳 會幫助我們身體的行溫 去到最適合我們睡覺的 那個 那個 身體的溫度分佈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睡覺的時候 那隻腳要保持暖 但是呢 上半身其實是散熱的 所以我們說頭樑腳暖 就是你可能蓋被子的時候 你下半身蓋暖一點 蓋多一點厚一點一層 然後上身可以 是不用 封得那麼緊 這樣 其實那個 散熱就會更加好 四肢就是暖的 但是身體 中央部位就是涼的 那就最容易入睡了 OK 那穿著睡覺也有幫忙 因為可能 洗完澡 到你睡覺的中間已經隔太久 你已經是散熱了 當你手腳冰冷的時間 就發覺自己很難睡得著 還有,我們在沖浴和睡覺之間可以做到什麼 可以幫助我們睡得更好 例如,我們剛才提到的調光暗 如果家裡有空調,可以調光暗 或是關閉燈,可以省電和睡覺 睡衣要穿比較鬆身 才可以讓我們血液循環得更容易睡覺 如果很貼身、很緊身的褲子或褲子 其實也幫不了我們放鬆睡覺 另外,如果家裡喜歡用礦香機 就有這些香薰油可以用 例如婚姨草,我會在床頭,或是甜橙,伊蘭伊蘭等 淋睡前,大家可以試試喝羊金菊茶 如果經常睡不著 羊金菊茶是放鬆我們 都是西方幫助睡眠的飲品 另外,就是讀書 原來拿著一本實質是一本書 並不是讀書的洞 我們可以拿著一本實質的書 這樣揭露,其實都是有催眠的作用 大家可以試試找一本 你平常都看不完的書 試試看淋睡前看 然後播放一些沒有人唱歌的古典音樂 或者是一些海浪聲 大自然的聲音 這樣就會幫助我們舒緩到 平常日休息很精神的心情 就會去到一個放鬆的心情 當然剛才說過做一些伸展動作 但不能太過勁的伸展 所以是一些你覺得 接受到有少少拉扯的伸展就可以了 就不是很均勤式的拉筋 我們就留多一點時間 讓我們做15分鐘的Q&A 在這裡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上年出了一本書 叫做素食內外味 裡面有中英對照的食譜 也有很多營養的心得 會在不同年齡的階段 說一下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營養 或者是生活習慣 所以大家可以在各大書局找到我這本書 還有如果想知道之後會有什麼 線上講座 或者是一些食譜分享 或者是營養文章有關的 也可以在我的Facebook 或者是我的Instagram 找我 就是Sharon Chan 2453 這個ID 的帳戶 就會找到我的Facebook 或者是Instagram 好 我們現在就不如 找Nicky幫忙 看看有什麼Q&A可以回答一下 大家可以在聊天室上 打上來 或者你可以直接問 也可以的 我想你解釋一下 什麼時候 炭水化合物早上要吃多些 什麼時候晚上吃多些 那裡有一點混亂 好啊 我們可以一起去看那裡 然後再說一次給大家聽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怎樣稱呼你 我聽到你問我問題 怎樣稱呼你 Anita 是的 好啊 Anita 那我們一起去那一頁 我快點 Anita Anita 你有沒有特別想知道 哪一個情況下 你兩個情況都說一下 麻煩你 好 那譬如 大家還看到我的PowerPoint 對吧 OK 那譬如 如果我們是很難才睡得著的 左點右點都睡不著的 Initiation of sleep 那其實呢 就要將我們 炭水化合物豐富的那一頓 是早餐的比例吃多些 即是早餐你可以是吃粥粉麵飯多些 或者是我們說吃麥皮啊 全麥麵包啊 那個份量是多於現在吃的 但是呢 晚上那一頓的炭水化合物 就要少於早餐的炭水化合物份量 都會幫助我們去改善難以入睡的情況 那這一部分 清不清楚啊 很清楚 好 那我們就去下一個了 那應該是這裡 這裡的 對了 但是如果呢 是太早醒的朋友 太早醒了 或者覺得醒了 本身想睡的都不夠時間 但是已經是覺得不夠睡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 本身是早餐最豐富的炭水化合物 就調轉 和晚餐相反 那就是說 晚上那一餐的炭水化合物的比例呢 會多些 即是多過早餐吃的炭水化合物 例如 多過現在吃的那一碗 或者是 多過現在吃的那半碗飯 其實都已經是 多了的了 但是盡量可以 就是多過早餐 你有吃的炭水化合物 因為有些人早餐 可能會吃很豐富的 但有些人早餐是沒有吃東西的 所以只要晚餐的炭水化合物的份量 是多過早餐 都會幫到一些睡眠不足 或者太早醒的朋友 其實那個原理是怎樣 為什麼晚上吃多些會睡久一點 其實早點吃 晚上那一餐有炭水化合物 和晚點吃都已經會有影響 但是因為我們說過 睡覺是需要製造退化激素 如果我們睡覺 之前的食物裡面 有足夠的複合性炭水化合物 有我們的氨基酸 還有維他命B6 這個組合都會幫助我們 去增加退化激素的分泌 所以就要視乎 在哪一個睡眠情況 我們放多少少比重 在炭水化合物那裡 在什麼時間吃多一點 就是說你晚上吃的時候 又會幫助他增加退化激素 這個意思 如果你晚上吃多一點 那你就可以分泌多一點退化激素 那他就可以睡 你夠退化激素的分泌 你就不會太早醒 謝謝 請 保持著你可以睡熟睡 久一點 我們看看有沒有第二個問題 謝謝你 我朋友問吃一些退化激素的食物 是否可以幫助我入睡 嗯 在生活方式醫學中 是可以吃這個 退化激素的 退化激素的來源 很多時候都是動物性的荷爾蒙 所以我個人建議 試了其他生活上的習慣 或者是飲食上的習慣 你真的試了都不行 才可以用這個 吃激素的方法 通常的激素 都是用最低最低的分量去試了 另外一個問題說 Taking B6的食物是否可以 維他命B集 所有有個B字的維他命 其實他們的吸收率都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會吃維他命B12 或者是維他命B complex B集 有齊了這麼多種B 就是由B1到B12的食物 因為你盡量吃夠他們的份量 我們的身體都會吸收得不太多 所以B是水溶性 吃多了沒事 他會在尿液排走 但吸收率本身身體不太好 我們最好分開 可能一天吃兩次B集的食物 有朋友問Lisa 怎樣可以素食增肥 OK 剛才說的食物 雖然可以幫助睡眠 但其實也會幫助我們吃夠 我們的弘量營養素 和微量營養素 所以剛才在PowerPoint 你們會收到的項目裡面 如果你吃齊了這麼多我建議的食物 包括超級食物 菸果種子 複合性碳水化合物 和根莖類食物 Lisa都可以吃素增肥 剛才Ivy有問過 你在介紹一些早餐和午餐的時候 那些食材在哪裡可以買到 OK 有沒有說 我看不到Ivy在哪裡 但例如是哪些在哪裡買 有機蔬菜的話 我會在本地的有機農場 那裏點 你指的是哪些食材 可不可以特別一點 因為有些是可能要上網訂購 你指的 Hello Sarah 我是Josephine Josephine Hello 你好 你好 我看到你剛才的資料 主要是幫助入睡 我出現的問題 就是我入睡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反而半夜 就會常常醒 深層睡眠好像不足夠 那會不會有哪些食物可以幫助我 或者有哪些方法可以幫助我 是啊 所以Noxy的第十五版就是幫助你 你說會醒 就是那個難以維持睡覺的狀態 就是睡眠睡片這一版 你說有什麼特別的食物呢 都是剛才說過的食物 其實你可能都未必吃得夠的組合 或者是多元化未必吃得夠的 所以你可以吃足剛才提及過的食物 會加多一點 尤其是晚餐那一頓 加多一點 而且喝水的份量 你未必足夠的 因為我們剛才不是說 起碼十杯 十三杯水一天 很多時候我們都可能喝到 只有六杯、八杯水 喝不夠水的話 都會比較難保持睡覺 因為我們的溫度 全日女士需要2700毫升的水 因為如果喝太多水 反而我半夜需要去洗手間 這樣就令我睡得更加不好 所以你可以吃晚飯之前已經喝完 你的2.7L的水 但吃晚飯之後就不要再喝太多流質 可以一口一口喝 我這裡是午後 即是午後的時間 要補水足夠 OK 我明白了 謝謝 看看還有沒有 誰的問題還未回答 有人問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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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不著 怎麼辦 有什麼病和睡不著 睡不著 一開始說的那些黑色底的情況 都可能是睡不著 睡不著 我們可以去一開始看看 所以你很早起床醒了 剛才在這版面 我建議的東西 你有沒有盡量做到 因為可以試一試 例如是南瓜 或是做運動 都可以幫到的 例如你太早醒 其實你試一下晚上做一些運動 可以是急步行 或者是在家裡做一些自身體重訓練 可能在家裡播放一些影片 是做運動的 在家裡做瑜伽也好 做一些心肺功能的運動也好 都會幫到我們睡的時間 可以保持長時間 不用太早起床 好 我們回到第一次的一項 是說 有什麼情況 可能跟睡得不太有關的 我先看它出來 可以留意 或者關注一下 如果有這些情況 其實也有機會 跟我們睡眠質素不太好 或者睡不夠有關 OK 我們來看看還有哪些問題 有人問 在床邊放一杯冷水 為什麼可以幫助入睡? 噢 我們不是說要保持身體的溫度 其實入睡的時間 我們要四肢是暖的 身體的中央部位 叫做Core的溫度 是涼的 所以你要醒了 又要再睡入睡 你就要保持身體的消化系統 涼一點 但不是要你喝冰水 是喝室溫水也可以是涼的 現在是冬天 但如果你是醒了 然後想你喝熱水的話 其實就幫不了手 我想問 我想問 難入睡 晚上吃少些碳水化合物 是什麼原理? 咦? 剛才我們答了一次 這個問題 剛剛你 是否同一個朋友 剛剛我們答了一次 難入睡 晚上要吃少些碳水化合物 難入睡 我們是把比例調去早餐的話 就是難入睡 剛才我一開始就解釋了 要早點睡的話 是要早點吃碳水化合物 豐富的那一餐 早點讓身體可以準備到 有足夠的原料 可以讓我們去分泌 這個褪蝦激素 因為是未吃晚飯那一餐 已經身體要製造褪蝦激素 那個時間性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把豐富炭水化合物 那個時間 移到早餐這麼早 如果是入睡困難的話 即是等於早點睡的意思 是嗎? 是啊 早點吃完晚餐 還有早點睡都可以試一下 即是早點製造褪蝦激素 對 你早點製造褪蝦激素 你早點製造足夠的褪蝦激素 可以早點製造到足夠的褪蝦激素 你就會容易早點睡得著 就不用那麼晚了 即是由早餐那裡已經開始準備 是啊 有朋友也問 我常常戴著一副可以防藍光的眼鏡 會不會都幫助我改善睡眠呢? 我的眼鏡都是防藍光鏡片的 但是鏡片還鏡片 它過濾到一些 但是你想想 我們戴著眼鏡 其實周圍都會入光的 而家裡的家居燈光 其實也是很強的 它強的程度就是 你身體吸到外面的光 或者你電腦的光 其實它都以為是日光 所以你添加了眼鏡的位置 但是你其他位置都會入光 對於幫助睡眠的話 眼鏡未必有這麼大的分別 只靠它一件事 所以我們有其他生活 習慣上可以做到的改善 有朋友問 有沒有一些金谷茶可以推薦給他們? 哦 其實大超市裡面 在買一盒盒的花茶 都會有洋金谷茶 巧克力茶 如果你找不到西式的 你也可以試試中國人 我們喝的菊花來喝 因為菊花茶也是花茶的一種 那羊金谷茶就是西洋的 它會多一些科學研究 說羊金谷茶 幫我們身體會舒緩一點 放鬆一點 就容易幫助睡覺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 哪一個品牌是最好最喜歡的 都可以買 有品牌沒有品牌都沒所謂 它只是羊金谷茶就可以了 Hello Sharon 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其中一個表 是說我們踏入睡眠 對 一個循環就過半個小時 一晚就會循環幾次的循環 我想問一下 由我們入睡到淺層睡眠 到深層睡眠 到發夢 那一個半小時其實是怎樣分配 因為我經常覺得我好像去到淺層睡眠 我就去了發夢 我覺得自己好像沒有深層睡眠 所以就 有時就算睡了八個小時 都好像沒有精神 但是那個時間怎樣分配 應該是非常因人而異的 我們在睡眠分配裡面 未去到那麼深入可以告訴你 身體是怎樣分配這個時間 但是次序就可以告訴你 因為我看你這個表 它裡面的粉紅色和紅色的 那條巴好像有長有短 哦 即是附近一點又短一點 是啊 那我就在想 一個半小時會不會 頭十五分鐘 你已經去到一個 Light的REM睡眠 然後又去到快速眼球轉動 會不會那段時間會長久一點呢 嗯 我會建議 就是這樣聽 我會建議的方法 就是不要想到這麼深入 和不要想到這麼轉牛角尖 我不是說你 只不過我試過 我真的試過 我有一個小米手環 不知道你有沒有其他的 那些什麼Apple Watch 那家民手錶也可以 有得檢查自己睡眠質素的手錶 其實帶著他睡覺 我們第二天就會看到 你究竟深層睡眠淺層睡眠 你睡了多少個小時 但是反而我自己覺得 有這些數據 會很影響我自己 怎樣看自己的睡眠質素 令到我關於睡眠的擔心多了 所以呢 所以我會建議 你不要想到這麼多這些細節 反而去試一下 剛才我在營養上的處方 和生活方式的其他方法 你先試一下 那可能你不想到 它的細節的情況下 你整個睡眠質素都會有改善到的 好嗎 我明白 我也有遵從 準時去運動 然後三份菜、兩份水果 你那些沒有藍光 我都做了 但好像都是 睡得都是比一般人差 我看到這個表 我就看到有長有短 有心有淺 所以就好奇問一下 因為其實我失眠了 已經二十幾年了 我都已經 是啊 已經處於 與它同在 又沒有說 要轉頭角尖 它睡不著 我就覺得 有你睡不著 只不過看看 會不會有什麼食物 可以更加幫助 你的表很有用 謝謝你 好啊 不用客氣 謝謝 希望你其他事情 都可以再努力試一下 希望幫到你多一點 好啊 多謝你 謝謝 你好 我是Kitty 你好 Kitty 其實我是想問一下 一天幫我媽媽問的 因為其實她老人家 已經有一段時間 其實都是一個 例子 或是一個 好像調整了 生理時鐘的習慣 即是她已經十年一段時間 可能每天多數 兩、三點凌晨才睡 有時候睡到第一 即是兩、三點下 但她當然中間有時候 有時候滾來滾去 未必是很心碎 已經沒有早餐 例如你所說 我也覺得她營養上 很難去調教 因為一來她自己住 有很多事情未必聽我說 早餐一定沒有吃 因為她起床已經下修 她有時候只是吃一頓 可能是 即是 即是 即是五、六點 她就當吃了一頓 已經不太餓了 下午五、六點 吃完之後 可能就隨便吃東西 然後就當算了 即是 可能整體就是這樣 其實我有什麼 可以協助她 即是 轉這個飲食 比較難 對 轉飲食 暫時聽起來 時間性未必合適 但是 反而 會建議 可以提醒你媽媽 試一試 我們不是 從早睡那裡做起 我們從早起床那裡做起 即是調轉 其實我們經常說 早睡早起的 但其實要調轉的習慣 早起就能夠早睡 然後你的早餐就可以早點吃回 所以 早起的意思 可能是 慢慢 逐半個小時這樣 往前來幫你媽媽 譬如 你不是跟她一起住 但是看看 會不會可以幫她 打個電話 提醒她 叫醒她 或者叫她 早點醒 如果她慢慢地 每個星期 退遲半個小時 最後可能她會早點醒 就可以等於早點睡得著 嗯 不過因為 其實她沒有什麼做 即是我打電話給她 如果我約了她 那天她要去看中醫 或者跟她做些事情 要幾點鐘起床 我叫她起床預備 就是出街 但如果她本身在家 她只是看電視 沒有什麼做 可能我去洗手間 之後 回到床 睡覺 其實我也有些懷疑 怎樣睡了十幾個小時 就是在這裡 整個床 可能她根本沒有什麼做 沒有什麼目標去做 都認定 所以 我打給她 她回到床 可能睡到床 噢 所以 你可以跟媽媽 聊聊天 問問她 有沒有什麼朋友 可以早上和她一起做晨運 幫她安排早上的節目 會給她多些動機 早上可以約她多些 嗯 是 我也想問一對 我問完這個問題 我們就 差不多了 這個Q&A時間 不好意思 可以問一下嗎 其實我媽媽有些腦退化的情況 其實這個會不會是其中一個影響到她睡眠 互相影響的 會有這個關聯 但不是A會變成B 或者B變成A 而是互相有Loop的影響 因為睡眠不足的話 就會引起其他身體的器官內臟的功能 有影響 然後 最後 可能是腦部的受損等等 營養不足也是有些媽媽 營養不足 所以 在各方面都可以支持媽媽多些 給她多些 剛才我們提及過的營養食物 她 配搭她 建議一下她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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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分享一下我的PowerPoint 好 停止到你了 謝謝大家參與 謝謝Sharon 今晚的浪好豐富 也要時間給大家消化一下 所以麻煩大家填一填這個回應表 好吧 我剛才都放在我們的訊欄中 那裏 你填完之後 我們收到你的電郵 我們就會把今晚的講義發送給大家 我們一連三場的休眠工作坊 最後一場會是今個星期五晚 由我們的中醫師 提及到 如何調理我們的失眠 亦會介紹一些湯水 花茶 中藥 以及教大家如何按摩這些月位 去改善我們的睡眠 現在仍然可以報名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又未報名 都可以上回我們的 Refresh 網頁 或者探索QR Code 去報名 都可以的 因為很多之前的一些參加者 都不斷問我們 什麼時候會開開一個 跟骨鬆一鬆的工作坊 我們接下來 今個星期四的 下午1點到2點 就會再開一場工作坊 大家也可以上回我們的網頁去報名 對,好像我們 Refresh 這幾晚 我們都有提供一些和失眠 或者好像以前我們一些和證觀有關的課程 除了提供這些活動之外 我們都為一些職場提供 心理健康講座 以及職場培訓 如果當中有HR 或者一些公司 對我們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嘗試去聯絡我們 我也想特別提供一點 就是其實我們Refresh 都會提供一些情緒輔導服務 我明白 現在大家不單止在面對工作壓力 甚至乎有人際壓力 家庭的壓力 以及可能現在裁員潮 可能有些朋友現在都沒有工作 面對大大小小不同的壓力 也因為這些壓力 令大家可能睡不好 或者睡覺的時候很多事情想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也鼓勵你 聯絡我們 去申請我們的輔導服務 我們都希望透過一些靜觀 或者認知治療的方法 去幫助大家改善這個睡眠 在我們現在的輔導服務 我們都新增了一個生理回饋的評估 因為其實壓力對我們的情緒和身體都造成很大的影響 但很多時候我們只留意到情緒的不舒服 就忽略了身體 其實已經承受很大的壓力 我們這個生理回饋的評估 是會實時給你知道 在這一刻壓力對你造成有多大的影響 以及身體是否已經開始有些混亂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聯絡一下這個熱線 我們機構 現在都會新增了一條抗疫支援熱線 由社工、護士和輔導員去接聽 如果大家在這個時間 這個疫情的時間 有什麼情緒上的支援 或者需要一些抗疫的錦囊 也可以嘗試打這條熱線 來尋求支援 我們今晚的工作坊來到這裡 我們今晚的工作坊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Bye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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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關助 台灣 그걸 Jah 頭 到 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